那么在河北桌州的民众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我们的记者4号也跟随了江苏蓝天救援队在城区 要寻找被洪水给温困的居民 而目前桌州的城区还是有部分的区域水深超过了2米 来看我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们目前就正在桌州市区内跟随江苏的蓝天救援队 来一同继续的寻找还有哪些民众被困在 像这样被大水淹没的一部分的小区的住宅楼内 那包括在我身边也是刚刚被 刚刚从一个高层的住宅楼中被救援出来的民众 那其实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目前的这个水位呢 在市区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包括我们乘坐的这个冲锋州下面 还有一些汽车就在冲锋州的底部 所以说在行船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颠簸和碰撞 可以看到目前街边的门脸呢 这个水位也是已经淹没了原本一部分的高度 包括在水中 刚刚沿途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垃圾箱 还有这样的一些椅子长椅 包括很多平时大马路上的一些公共的设施 都是已经漂浮在了水中 目前我们乘坐的冲锋州呢 是行驶到了以往可以看到是一个大的交通的十字枢纽的位置 那从镜头中看到呢 目前这个水位高度大概是可以到达距离这个上面的红绿灯 五米的位置 所以水深可能大概在超过两米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乘坐冲锋州 才能够抵达现在仍然有民众受困等待救援的一些住宅小区 在这条原本行驶车辆的大马路上呢 我们现在是坐着船在前进 那刚刚附近的这个水下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 所以在行船的过程中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包括有汽车 有一些以往的公共的交通的设施等等 而我现在我们都佩戴着很多层的口罩呢 因为就在这条路上附近的一个化工厂 经过这一片区域的时候都要佩戴这样的口罩 可以清晰地闻到一股很刺鼻的味道 而我身后的这个公交站台 可以看到目前水位已经快要慢过这个以往 公交车站大家等公交车位置的这个车棚的车顶了 所以目前水的高度可能仍然是超过两米的一个位置 那今天呢很多蓝天救援队 包括各个民间救援队 仍然是会在城市当中继续地来搜寻 等待被救援转运的民众 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 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 周嘉新 刘建王磊 从河北桌州发回的现场报道